站在高九公尺的 清淨天空步道上 仰頭藍天白雲 高山美景全盡收眼底 不過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幸運的話還能看到這個景象 好可愛喔 有一隻好胖 羊群匆匆走過馬路 放羊人趕羊吃草 一天只有上午和下午 各一次的機會 從步道看下去 可說是另類的綿羊秀 特別美 特別漂亮 感覺上就是離天空更近了 你就可以走走停停 然後看著這個視野 就是很舒服這樣子 長1.2公里的清淨天空步道 已經完工 進入工程改善驗收階段 5月下旬就要正式營運 到時候一人票價50元 南投縣府先免費開放試走 讓民眾搶先體驗 不少民眾開心叫好 以這幾年來講 是逐漸的有比較沒落一些 我是覺得的確是 有注入了一股新希望 不只民眾雀躍 清淨一代的民宿業者 也摩拳擦掌 看好營運後的人潮 以及上機 我們一機人數 可以整個容納到6000個人 可是我們為了整個 那個旅遊動線的品質 我們一機要管控到2000人 清淨天空步道即將開放 未來可能面臨 人車湧入的現象 縣服業已經規劃 207個車格 未來還會和民宿業者 及公所協調增加停車位 遊客也可以搭接駁車上山 分散交通 接下來洪建兵王世函 南投報導 明天堂 明天堂 Wiii 都見到